欢迎来到新来港电影 这个星期就花月杀手 香港美国都是同步上的 我相信是唯一一套大片 跟大家打个招呼先看 My Radio的朋友大家好 SciFi全面看的朋友大家好 Chit Chat Central的朋友大家好 我身边仍然有Mike Mike昨晚百忙之中 都抽了四个钟 连上开车真的要四个钟 看了这套花月杀手 我第一时间上个礼拜 礼拜四第一场就看了 这个感觉是怎样 我知道Mike平时都很游 第一时间去看想看的戏 但这套都很游而游 这套我不是首选 这套是你说去看 OK 那你说 不是首选还是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礼拜的首选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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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想着去看的 然后跟着你跟我说 你当日即日已经看了这套电影了 然后我就没有想着去看的 因为我认为文艺片 它是有些凶杀的 但是我就没有想着去看的 我又不同一点的 因为我是Martin Scorses那些 那些粉丝来的 他这么多电影我是没有失败过的 那你那天问我 喂 喂 你看了没有 找日说 那我还跟你说 那我看了未必看的 不如我先做功课吧 我做完功课 我跟你一起说 就是我看一下资料 那些东西 但是中国人都看了 不是我看完资料之后 我觉得咦 这套电影 几有趣 就是它是 首先第一样东西 它是一个美国真实的事件 是一个历史来的 第二样东西 这个是FBI第一件案来的 所以是有点特别 那我看见 1922年成立 1922年成立的 那我说 这挺有趣的 接着看看 喂 有点兴趣的 被你搞到我不看不行了 所以昨晚就 就是放了工之后 我看六点半那场 开场就六点五十三分 但是我看完 就是出字幕了 我真的可以去厕所了 是十点十二分 那你想想是几长 那套电影 我觉得都是差不多 我看六点 晚上六点的 但是很晚的 很多人看 没有人去厕所 三个多钟 没有人去厕所 我见到有一两个 你真是撑不住了 大哥是三个半钟 它整套电影是三个钟头 二十六分 比爱尔兰人还要 他好一点 少了三分钟 但是问题是 你有字幕的嘛 那你字幕那里十几分钟呢 所以我计算了 其实是大概 字幕那里是大概十分钟 因为我看标走人的 十点十点十二分的 所以我计算了 你知道我星期一做完事 你知道我很多时候看电影是睡着了的 这套我是没有睡着的 我也没有拿水进去喝 不过我是有打哭怒的 我有体中 我有打哭怒 但是我没有睡着 整套犯罪剧情片 是令我吸引地 想继续追下去 还有这个是一个 我也说是一个美国黑历史 就是 因为那里的人是红花来的 但是服务他的人是白人 这个是匪夷所思的 白人通常都是其他人去照顾他 去服务他 但是这就是反过来 还有整个 就是他为什么会那里有石油 就是找到有石油之后发生什么事 那里是真的挺吸引的 简单来说奥萨克这个部族 他们买了那块地 他们本来想着 那族人在那里安居浪业 那是很荒励的 是吧 那他们买的时候都不知道有石油 突然之间变了一部发户 变了土豪 问这个私人 问这个私人的问题 这个故事发生在奥克拉河马州 你有没有去过 没有没有没有 我没有去过 没有 我就有去过的 因为你知道我沿着在哪里了 就在德州的以北 德州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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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时候住德州 我今时今日还有亲戚在奥克拉河马州住的 那有时开车上去 那的确你开车下去 开车上去 一个几钟头一望无际 你是看不到任何建筑物 全部都是田 草地 一条大直路 就是这么荒谋的 今时今日都是这样的 还有没有养牛 有养牛 有养羊 有养羊 那些农场 你是去到 你是去到 好像我们在香港买鸡 那样 你指着那只牛 即是那些羊 不是牛 那些羊 在草地那里走 在农场那里走 我要这只羊 然后他给你 是 是 是这样的 生汤 是这样的 是很新鲜 新鲜 真的新鲜 不过你一家人就拯不下 要几家人一起去 购买一只羊 那样 即是我的意思就是说 开派对 今时今日都是荒谋 是啊 今时今日都是荒谋 即是美国很多那些 那些中部的地方 都仍然是这样的 其实就是 沿途也都有些转油 今时今日也有转油的 即是你认识 都还继续有的 是 是 是啊 是啊 我觉得这个题材 就很少人拍过 就是你等于 我不知道为什么 荷里胡电影呢 通常都是 就是 很多时候都是白人是坏人 哈哈哈哈 或者美国政府是坏人 但是通常都是说 就是都是说 如果你要政治正确 都是说 怎样 就是怎样 啊 怎样 就是踩那些黑人啊 怎样 abuse那些黑人啊 黑奴啊 以前那样 但是你说 土著 就是 红币印第安人呢 就少的 我觉得这个题材 嗯 就是挺特别的 啊 而且总共来说 我不知道怎么定位 这部电影啊 你好像一个连环杀手案 但是其实我觉得 头那半部分是爱情故事来的 我觉得啊 但是他一直在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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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在铺 他一直在铺排整个舞台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地方 因为当时 美国1990年 1920年的时候呢 最有钱的人 原来是一帮红花 还在那里的地方 就是这个 这个是很难想象 在那里的有钱人 原来不是一些白人 而服侍他的那些 servant呢 是白人 就是很多是那些 住在家里 servant的那些 原来是白人 是啊 挺有趣 而且他一开始 就已经给你看到 这个舞台是一个点的地方 那还有第二样东西 就是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是一帮 印第安人 在那里 进行一个仪式 就是把那支 那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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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烟斗呢 是埋葬了去嘛 他那里是示意 就是说 他埋葬他下一代 因为他下一代 和那些白人混在一起呢 他纯种 他那个文化 他那个宗教 是没有了的嘛 所以他们很伤心地 进行一个仪式 就是撞了他 那跟着整个故事流程就开始了 就是有些通分 叫做通分 是没错 混淡了 那 而他们就再不是真真正正的 奥沙基 奥沙基 的人 就是因为已经混淡了 而 一开始的时候 李安纳道是坐着火车 去着这个地方 投靠着罗伯迪尼路 投靠着他叔叔 他叔叔 而他在火车上高 下车之后 他看到个警方就是 一帮穿金大银的印第安人 暴发户 那帮暴发户 土豪 他是看到眼都可以的 他是很诧异 他是一种很兴奋 莫名的兴奋 来到这个地方 哇 这么富裕 就是容易找到钱的地方 相比于李安纳道的角色 Ernest 他是 就是他那时候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 当完兵回来 是一个落坡的军人 但是 他不是 一些的前线的人员 原来他是主送 他是一个曲 所以他不是 真的是打仗的那些军人 他是后勤 厨师 所以他肯定就是没有东西 没有东西 你打完仗就回来 他连坐下 伯父问他 你没有东西 你有没有病症 那些东西 就是怕他有 传染 他说不要 他一路吃饭 一路招待他 他还在问他 他还问他 你喜欢女人 李安纳道说 这个是我弱点来的 这句说话 先记下他 我等一下有话说 他就说 不如你去駕駛吧 后来他真的是駕駛 而后来他也是结识了那个女主角 就是后来成为他老婆那个Molly 那跟着 开始接载他 而这帮 就是暴法户呢 因为他暴法 那有钱 就要花的了 但是很奇怪 当时呢 这帮暴法户的钱呢 他们不可以直接管理的 他要找一个白人 去管理这笔钱的 就是怕他们 乱那么花钱 乱那么投资 那就一定 就是整个child 就是每一个家族的人 都会有一个管理人 是帮他管理钱 他们用的钱 是要问这个管理人去拿的 他就像是谁那些 梅艳芳那个家产 类似 有个信托委员会 Brain Spear 就是他爸爸一样 在做同一个动作 那些钱 控制权就在那帮白人手上 就不在他们手上 虽然那些钱是他 但是不是随随便便可以 动用那些钱 但是这帮白人 就不停的侯住他们的钱 侯住他们的油田 所以才导致到有这个谋杀案 而Robert De Niro 他那个角色呢 是一个 懂得说他们的语言 还要有个title 说是奥沙克的friend 就是跟他们很熟的 也都帮他们很多的 在那个区 是contribute很多的东西 而他是做一个牧场的主人 是卖牛的而已 就是一个有钱人 但是跟这帮印第安人 是一个良好的关系 所以这帮印第安人 是非常信任他的 就是简单来说 这个角色就是一个桥梁 你可以这样说 但是我刚才在想 有另一个问题 既然那些钱 因为一个油田拥有权 是那些印第安人的 但是你卖了那些油 那你的钱 那为什么要找白人去监管呢 就是你的钱就是你的钱 你的钱你喜欢怎么用也可以 你抢银行也可以 你投资也可以 那为什么要找人去托管他呢 要花钱的时候就问他 我猜可能是因为 不是白人的问题 是因为他不是那个族裔的人 就变成了有些中立的角色 就是好像 但是这是一个法例 是一个法例 不是说我现在有钱了 我去找个人帮我去管 不是的 是法例规定 一定要有人帮他去管理这笔钱 而管理这笔钱的人 一定要是白人 一定要是白人 OK 为什么呢 为什么有这条法例呢 后来我总之想到 第一 你成为了全国最有钱的人 第二 你有钱 如果你买军火 勇兵自重 那你美国政府不是很麻烦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那 跟香港的朋友说一说 今时今日的美国呢 很多的 tribe 那些暴族 那些印第安暴族呢 仍然是自治区来的 很多 这个包括内华达州 阿里桑拿州的大峡谷里面 那些 他们仍然都拥有他们的自治 拥有 和拥有他们某些的特权 是的 是的 所以我可以想到 为什么他要找人 看着那些钱 因为如果他们乱用那些钱 暗地里他真的可以买军火 在美国来说 你有钱 你买军火 那些军火商一定会买给你 所以我可以想 为什么要找人看着 第二 你这么大笔钱 你就是 你是心不甘情不愿 既然是这样 我不可以抢你的地 那我不如找人看着你的钱 慢慢慢慢 夹你的水 厌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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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相信当时 其实真正的目的就是这样 那所以为什么 Rober De Niro 他的角色叫做William 或者叫King William Hale 那他 他就是 我突然想到 好像香港 那几百亿储备 你继续 所以 所以 遲早被阴干 是的 遲早被阴干 所以 为什么 他 那个角色是做一个大好人 大暗地里 因为他知道游戏规则 那个油田是属于他们那族人的 某几个大的 那而他们很多时候都是生女的 所以 为什么 那些 那些 就是他们找到他们的弱点 哇 现在有些白人帥子 小鲜肉 那将那些小鲜肉 就嫁去给他们 嗯 那希望 就是 就是 可以 就是 分一杯羹 就是 如果他生了孩子 分一杯羹 但是他们的想法不是 不是 这样去分一杯羹 他是 在没有孩子的情况下 用各种不同的手法 无论行识好 落毒好 意外好 是将那些 配偶成继 配偶成继 是的 将他的配偶 印第安的配偶 杀死 你当他掠夺 那 但是他 这个 这个家族 Molly 这个女主的家族 都是一个大家族 在这个情况 在这个情况 他们还帮他不停买保险 是的 还要买保险 还要买人寿保险 还要买保险 死了还要赔给他 就是还有一够钱 所以 其实根本就是 乘计家产之外 还有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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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所以 所以 我在背后 我都说 我昨天看完的评价就是 没有一个 是无辜的 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在电影里 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你这班 国怀鬼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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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想吃了他们 还有 他们 还有这班 这班 印度香港人的女孩子 他们 三途帅子 你记不记得有一幕 那时候李安纳道 没跟他真的拍拖 没跟女主角拍拖 而那个女主角的妹妹 就在聊天 其中有一个妹妹 其实你已经见到她 已经是中了毒的 眼睛黑黑的 好像在病 而她老公是 一个白人 很大只的 那个妹妹 很大只的 然后他们在用什么 来形容这班人 她说 李安纳道 就是一条蛇 那女主角就说 不是 她像一个coyote 然后她在那里说 因为她用土话 就是财浪 然后她在那里说 就说 阿妹你老公 像什么 不像一只白兔 这样 但是 所以他们用蛇 用coyote 来形容 他们不是一种 negative的意思 纯粹是他们身边的动物 男人是他们的附属品 附属品 是 没错 但是你看到 他们其实是 柴狼野心 柴狼的野心 来的嘛 那 如果他们不是选了她 就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 披着羊皮的狼 那如果不是选了他们 就是 就是 跟他们结婚 或者是做男女朋友 那你是不会有这些事情发生的 嗯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是的 就是他混淡了 所以为什么一开始 他埋葬那个 那个煙斗的时候 就说了这个 而 已经是给观众 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 他们下一代 会被 被荼毒 被侵占 被抹杀 被抹杀 其实 那一场 就是 用这种 形式 所以他进行一个葬礼 但是那里没有人死 只不过 我下一代 不会再有了 这样的意思 而在 而在这一幕当中 其实已经是告诉我们 他们都有责任 如果他不是 贪徒 他们的英俊 他们是不会有 逐个逐个死的 还有还有一个 刚才那个女孩 就是 黑眼圈的那个女孩 就是已经中了毒的那个 他死了之后 那个男的 是娶了他的妹 就是他另外的妹 是的 但是 喂 你有脑都想一想 想一想 才发现 就是那个FBI 是不是 Jesse Priemont 后来发现 原来他们 原来他们共事一夫 就是这样 当然不到 是的 当然 不是真的共事一夫 只不过 那个妹死了 那么 那个妹 喜欢她 是的 就是 嫁了给 这个姐夫 姐夫 妹夫 whatever 我也不知道 他到底是 大家姐妹 所以 所以就变成了 就是他们没有一个 alert 嗯 嗯 其实他们的土著都比较 naive 就是这部电影 讲到他们 是 没有戒心 是 嗯 嗯 其实他们只不过就是说 嗯 我们现在有财富 我们是享乐 而已 但是他没有想过 是招来杀身之和 嘛 然后另外一个 转捩点就是 因为之前 他有很多一幕呢 是很短的 他们的族人是怎样死的 开枪被人打死 嗯 嗯 嗯 有个 有些造成好像意外 奢禍 是吧 什么都有 有些是自杀死 自杀 有一幕呢 女儿 推着个BB车 就是出来 看看个BB 然后在屋里面的窗口 伸了一些窗 被人射了窗 而那个 BB都被人抱着 而那个是她老公来的 是 就是 你在同一间屋里走出来 那个女儿走出来 然后那个老公 在窗口开窗 抱着个BB 出来抱着个BB 走了 因为为什么要抱个BB呢 因为 如果你BB 如果你BB 如果你BB还在 遗产就会转到个BB 嗯 所以你BB一定要死 就是他抱着个BB 我不相信 这个这个 这个又没有说到个BB会死 就是他 你就算个BB 你不可以在电 银幕上 杀个BB 你明白吗 你的遗产 不会去到BB 那里的 不是 遗产会去到老公那里的 正常情况 今时今日的正常情况 都是 不会到BB那里的 因为老公还没死 但是你都要 就是老公只是托管 老公是托管 所以你的小孩 以后都要死 如果不是 他长大了 你是不是要给他 不是 不是 你遗产 你没有立遗产的情况之下 你的遗产 肯定是给配偶先的 哪里到子女的 不是 不是 这个想多了 想多了 他没有说到 他没有说到 杀个BB 因为他另外 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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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再说 他用很短的时间 用很多的幕 死法 是告诉你 这一座族人 已经是不停地减少 有不同的死法 其实死的人数已经很多 但是整件事 最重要是在Molly身上 因为他是一个大族 他拥有很多的田 甚至乎 是不是因为这宗案 所以才要成立FBI 还是有FBI的第一宗案 其实是 那个次序是怎样的 我不知道 因为那个本身是Ranger 他不是属于Barrell 后来 接着 我相信是因为这件事 所以成立一个小组 而那个就改了个名字 叫什么Barrell 这样的 后来就演化成为 演变了今日的FBI 演变了今日的FBI 那里是很震撼的 你不停地给你看 那些人是被人杀 但还要他拍一张 那一幕呢 是好像那些报纸 拍那张照片 是令你有一个震撼的 他拍那些照片的角度 是真的好像 那些报纸 那些报纸 不是报纸 报纸 那张照片 你明白吗 我知道 OK 那那里 那里是 对我来说是有些震撼的 不停是 有不同的人 在不同的情况下 被人谋杀了 而没有人查 没有人查 证据也都慢慢消失 所以才造成了他们的恐惧 而那个转据点 就是在Anna身上 Anna是被人爆头的 就是Molly的妹妹 被人爆头的 所以导致到他们的恐慌性 然后才集完一班人 走去华盛顿 即是Washington DC 去见总统 但总统是敬他们 他总统是敬他们 那个总统是没有兴趣的 但是总统也都不会做到些什么的 那他就是 你有怨控啊 那我相信当时 就是你不可以不理 因为这班是全国的有钱人 最有钱的人 你这样都不理 那你其他人不需要理 所以他才成立了这个部门 还有还有一样东西 因为你知道美国是很多的州份 而当时没有一个law enforcement 是统合了的 而正正在 但是FBI就是统合了 FBI就是联合 就是因为这件事 整件事 他是打通了的 上上下下 所有人 包括州上 根本就知道了 身有事 有 有得分的 他们有一分 他们想着 就是怎么样 在他们手上 抢了他过来 你怎么抢他过来 就是要灭他族 你灭他族 所以为什么 最初 那个烟斗 那个意义是多么大 就是说 你们是会被他们灭了族 虽然不是 打仗地杀了你 但是慢慢慢慢侵蝕你 侵蝕到你真的 是全部灭亡 他们就是因为 侯住他不由田 就是其实 几方面这么侵蝕 你现在都讲到几点了 文化 通分文化 通分文化 二就是这个 就是 就是花月杀手 正如贴提 就是这个 这个连环的凶杀案 连环凶杀案 承计家产 是不是 三就是 再买了保险 要拿了保金 是 就是这样 慢慢 溝淡加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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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基本上 你如果通分 过了 几十年之后 基本上你的族已经没有了 但是他们等不住 没有了 他们要杀了他们 等不住 是啊 是啊 你到这样 所以他 他妈妈其实是看到的 他妈妈正病 他妈妈也是被人落毒的 是啊 他妈妈被人落毒 而他妈妈临死之前 跟他说 跟Molly 就是那个女主角说 他说 如果你看到 那只 猫头鹰 就是说 你很快会死的了 这些是不是他那些 保住的信仰 迷信 我相信是 我相信是 所以后来 Molly 她被人落毒 她是见 她是见 我们观众是看到 她看到 有只猫头鹰 入了来 所以她其实知道 快要死了 她病入高方 她快要死了 而且她知道是被人落毒的 那去到这里我问你一个问题 这个在网上也很多人讨论 李安纳道的角色是中还是奸的 其实 你觉得 你个人觉得 他其实是奸的 因为现在去到说到落毒 就是说 Molly 有糖尿病 哇 我就想不到1922年 已经发明了疑倒数 他还说是全国 只有5个人是可以买的 疑倒数 全国只有5个人 而Molly是其中之一 你想想1922年 而且他说到明 就是那些子女行间 他说到明 糖尿病是绝症来的 就是当年来说 是啊 你没有解药的 没有弱的 死硬的 是啊 所以 发明了疑倒数 所以 Molly拒绝打 已经怕被人落毒了 其实他初初拒绝打 又拒绝医生例 是啊 是 但是他就 因为是哪个提議 叫他打的 他说服了他打 所以他才会去打疑倒数 但是他 因为太多事情发生 他怕被人落毒 所以才赶走医生 就叫 就 就 就就就就就就就 就就就就 他说 其实李安纳道是心虚的 大哥 你不打 因为他那时候身边太多人死了 太多人离奇地死了 他害怕的 他甚至乎是 就是 他 他是怕那些医生 所以才叫 说 留下一些药 但是李安纳道就在那儿 慌 所以跟他押了一场大交 最后 他被他说服了 就继续被他 就是继续打 但是就 李安纳道 李安纳道帮他打针 是 还有 也都在 李安纳道 他自己还要在疑倒数 落药 他有好几场戏 都是这样自己在那儿落 有一场 就直接落下杯 走到他自己喝 喝到他温温一下 还有 一开始的时候 还没结婚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他们去打劫 我意思就是说 李安纳道 他那个是不是一个 就是 自己 就是他的角色 有人说他的角色很难演 因为是忠同奸之奸 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奸人 但是又过不了自己的心魔 他不是无辜 他不是无辜 因为他知道了所有东西 他知道了Uncle 整倍的计划 但是你觉得他是过不了自己的心魔 还是自己的牛 还是自己的牛 他开始的时候跟你说的 他Uncle问他 你喜欢不喜欢女人 然后他说什么 女人的弱点 这是我的弱点 这就是一个弱点 因为他真的喜欢了Molly 他没有想着杀Molly 他没有想着杀 第二 第二 因为和他是有了一个BB 是有了一个BB 但是他还有两个BB 就是有两个小孩 那两个小孩 我不知道是不是他 还是他前夫 但是他是有这个小孩 这个女儿 他很疼这个女儿 他真的喜欢Molly 他后来才说他的族裔 就是那些女儿15岁就要嫁 那他前夫那个是什么青梅竹马 类似这样 那应该是 那他真的是喜欢她 所以为什么他 他说 这个是我的弱点 这里正正就是他的弱点 后来被人拘捕了 他本来是指证罗伯迪尼路 但后来罗伯迪尼路 他不是在法庭那里 就说 喂 这个客户 没曾见过律师 不公平 你要让我见一见我的客户 那些人 那个律师是什么 Brandon Fraser Brandon Fraser 我都很驚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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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咦 为什么他是他来的 因为那个法庭戏做得好 那场法庭戏 那场戏是很大声 是令到他可以见到他的客户 在FBI手上拿回李安纳道 然后说服他 不要指证 不要指证阿叔 那他说不指证 那你就是犯人 因为本来就是一个交易 你指证他 那我就可能减你 简单 李安纳道就变了污点证人 本来就是 他就是会点证人 但是因为他女儿死了 他女儿死了 我不知道是被人谋杀 还是真的自然死 但是对他的打击很大 他真是面对他自己所犯下来的罪业 所以他到最后反过来 指证他叔叔 这个是我想的 这个是我想的 可能他女儿死了 他觉得是报应 然后自己良心发现 自己良心发现 因为我不知道究竟是谁做的 所以我不知道 所以他的弱点真的是女人 他没有说谎 所以一开始 这个对白 就是他们这个conversation 这个对白 就是已经告诉你 他的弱点就是女人 所以到最后 就是因为女人而令到 李安纳道指证的 罗伯迪尼路 这样才能进去 你一开始的时候 他说女人是他的弱点 你以为他是因为很风流 女人 但是其实不是 是the woman 是那个女人是他的弱点 是啊 所以其实 动了真情 你的片剧写的时候 其实这对conversation 已经种下了 有一个种子在 所以令到 努迪尼路是回不了身 入了他的罪 因为他是一个 一个重要的证人 重要的证人 没了 没了污点证人 他就脱身了 所以千方百计都要说服他 让李安纳道自己认了所有的东西 然后他可以脱身 还有他认为他自己可以脱身 他和那些族人是非常之友好 他和政要友好 他和社区友好 他投资了很多钱 他捐了很多钱 他做很多善事 他甚至乎 捉那个兇手的时候 他说我额外多拿一千元出来 原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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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作奸犯科的东西 所以 所以 努迪尼路真的做得很好 另外 就是 他走上楼梯的时候 麦后 跟他说过 他走上楼梯 就 他指一手 去过Burl的时候 他走上楼梯 他说 我是无辜的 就好像刚刚出生的BB一样 这句话就掌握到我 为什么 我在 我看完电影 我写一段留言的时候 说 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因为 上上下下 甚至乎 连那个 神父 我都觉得他有 在里面 有钱分 有钱分 是三局的 李安立道 李安立道 他 被人拘捕了 而第一堂 那个 辩方律师 说要 见一见他那时候 入到房间 全部都是那些人 全部 你不要这样 对待你的叔叔 然后跟着 律师跟他说 你被人 你被人 拘留的时候 被人虐待 他问他 他问他 有没有虐待过你 不让我睡觉 站在那些 你被人打 你被人虐待 他帮他洗脑 他帮他洗脑 他说政府是坏的 这帮联邦政府的人 是坏人 他是黑警 打你的 所以你一定要 在法庭上 在法庭上 跟法官说 然后你才可以 帮你的叔叔 帮你自己 冤枉 冤枉 你才可以脱身 律师 这样说 在那帮人 大庭 大庭 还这样说 那帮人 是不是同流合污的人 还有 他们对待 那些印第安人 是什么人 那 曾经有一个 最初就是 车他那个男人 其实就是 那个女主角的前夫 是 后来才知道 后来才知道 他 他 一后来 结婚 但是 老婆 好像被 豬肉佬 偷 搞 他后来疯了 走去 走去 打 那个猪肉佬 又问 老婆 拿钱 又发光 走疯了 然后 他老婆说 你是一个 狼狼 是一个野蛮人 所以 对他们 来说 虽然表面上 跟他做朋友 但实情 他已经告诉你 在他们心中 在他们眼中 他们是一群狼狼 有钱的 狼狼 我怎样可以在他身上 握到钱 拿到好处 的一群狼狼 即是暴发户 在我们今时今日 这么说 我们就用暴发户 但对他们眼中 这一群精神 是一群野蛮人 有钱的野蛮人 暴发户 來想 宣传 是不要緊的 只要我 得到他 以上 就得到了 所以為何我說 他按到我就是說 整班人沒有一個是無辜的 甚至乎Molly他們那族人都是 你貪圖英俊? 不是吧? 即是在我們眼中 他好像一條蛇 他好像一隻蟲 大哥 在我們心目中 蟲蟲蛇是一些妖物 就是一些惡的東西 他用這些去形容他 即是你明知道 你還要給他混 還要嫁給他 是吧? Molly她打針越打越壞 即是在我們今時今日的角度 你越來越壞 打越倒數 即是你是越來越壞的情況下 你當然停止了不打那隻弱 但他還繼續打 是不是? 這個就是愚蠢 其實有些愛是麻木的 其實有些是這樣的 他自己都墮入了那個 那就是 那就是 這套片呢 我都說了 是盡顯人性的醜惡 人性的醜惡 那就是 那個的確是美國 曾經發生過的黑歷史 但是正正 但是正正 即是這一件事 是令到那個司法制度 向前走一大步 你只有這個FBI的成立 是跨境執法 當如果在那個州的人 是被 即是 undertable 包庇某些人 而他們可以跨境執法 而令到 那個法例是更加健全 即是有人執行法律 不是說 你看一下 甚至乎 阿羅伯迪尼佬去到 那個警察 投案的時候 他說 我來自首的 你來自首? 你真是會開玩笑 然後 他以為他玩笑 他手下就是拿手掌來掌握他 不用了 不用了 就是這樣 你坐下坐下 喝杯茶吃個包 這樣 即是整班人是有什麼 還有呢 死了這麼多的案 他們可以什麼都不做 什麼都不查 那你 即是 他不是不查 他就是說全部都是意外 意外 意外自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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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還有一件事 他找了一些殺手來殺 但是那些殺手 是豬隊友 他跟他說 你殺 Molly前夫的時候 不要在後面開槍 記得在前面 不要在後面 那傻子 那傻子 在後面開槍 後面開槍怎麼構成自殺 是不是 就是了 所以 因為他 他買了個保險 那個保險 是不可以 是什麼 但是我相信 後來 他是偽造假證據 偽造假證據 來去騙取保險金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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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沒有一個 是 沒有一個 蘑菇 那 但是這套 這套電影 也都為一些的 印第安人平反 不只是 黑人 會避受歧視 原來在 上個世紀 二十年代 就算一班 有錢 有錢 也被歧視 我不知道 算不算歧視 就是 他們處心積慮 就是要在他們身上 拿著素 就是所謂打工 還有一幕 那個 車售人 賣車的人 是直接跪在地上 那個是 你不會想到 那個白人 會跪在地上 求他們去買 這部車 這麼搞笑 到最後 到最後 李安納道 就是 講完整件事 就是 全部都供出來 是誰是主謀 做過什麼 就是 他是全部都供出來 然後 我猜不到 是就這樣 停止了 就是我 最初想著 就是 你三分之一的時間 在投資 三分之二 就開始在 就是 開始搞 Molly他們一家 然後 最後 那三分之一 FBI那幫人來了 就調查 甚至乎 去到法庭 我打算 他是 會有 更加多的法庭 你打算 是獨自大狀 不 因為 你 你想一下 誰 阿菲薩 他一出來 大聲說 我要和我 卡人見面 是很有氣勢的 所以 那時候 我心想 咦 有氣 咦 會不會在法庭上 有東西看呢 但我猜不到 他做完證供 接著就停止了 然後 然後 小小的open ending 讓你自己 聯想一下 可能是 但是 有可能是 導演 只是純粹 又或者 其實 其實 有拍到的 可能那個 我不知道 會有不同的結局 我不知道 但是 但是 他用 但是這樣看 他有另外一個手法 就是說 咦 為什麼突然之間 去了一個 去了一個 舞台 有些人在那裡 演奏 接著 原來是一個廣播劇 然後廣播劇的人 就扮演 羅伯迪奴的角色 李安納道的角色 女主角的角色 這個我覺得是挺有趣的end 是的 是 有些配音 簡直是一個收音機的廣播劇 來到去做一個結尾 跟著 到 即是他們 即是每個人的結局 李安納道 和羅伯迪奴是坐牢的 是在中心監禁的 但是 後來是 假釋放了出來的 在那個廣播劇 是有說出來 說他們去了哪裏 在那裏住 甚至乎是怎樣死的 怎樣死的 李安納道 他好像是在亞利桑那死的 嗯 阿里桑那 就在 奧克拉河馬州的西面 等一下 西面 東面 東面 在旁邊的 因為我那時候 路旅行去過的 不不不不不 sorry 我弄錯了 不是阿里桑那 死在 死在 阿里桑那那個 是 是 羅伯迪奴 OK 1947年 嗯 不是1947年 1962年 1962年死的 那他 這麼長命 差於1962年 他二幾年 那時候已經很老了 然後再加多40年 不知道 那 他1962年死的 死在亞利桑那 嗯 那 阿賓克後來 他好像是留在那裏 即是他假釋出來之後 就什麼 那但是他沒有說 他為什麼會 假釋出來 他這裡沒有說 他只是說 他1947年 假釋出來 然後跟著 他的晚年是怎樣 在那裏死 即是他在那個 廣播劇裡 有說他們 那個結局的 通常我們看這些 犯罪片呢 他不是 打字出來 沒有 你 那些 美國這裡 你通常是 雖然終身監禁 但是你 多少年之後 行為良好 可以考慮 可以假釋 ok ok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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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終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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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覆核 美国这边是这样 明白明白 然后 我是很惊讶 那个导演 马田史高西斯 是出来 在台上高 他读过一篇东西 他黑穿 这个又是另一个彩蛋 他这个是对 他们一个尊重 他出来 说Molly 后来是怎么死的 1937年 朗证了两个朗证 朗证出来 他是病死的 而他和 Ernest 就是和李安纳道 是离了婚的 离了婚的 当年离了婚的 然后他 和他家人 撞在一起 那 就完了 而接着再出来 那一幕 最后那一幕 是由顶 影响下去 下面 那些印第安人 在那里跳舞 跳舞 其实那里 我想 为什么他 影响他们跳舞呢 后来我想到 原因是因为 最初他撞了那个烟斗 但是今时今日 这帮族人都仍然在那里 仍然是用他们传统文化 去成传下去 就是说他们没有灭亡 他们今时今日都仍在那里 每年都仍有这个庆典 去保留他们原有的文化 就是他们那条根还在那里 结束了 就是告诉你没有被灭族了 没有被灭族了 没有被灭族了 如果不是FBI的介入 我相信他们真的被灭族了 是啊 因为你那些土豪 再加上土官 是不是 这个官官相位 是不是 一旦一旦的 所以 所以 这个小说 在2017年那时候 那个title是 是花月杀手 美国连续谋杀案 与FBI的崛起 他其实是说 主要两个事情 就是当时 发生什么事 就是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死 因为在没有法律不健全的情况下 人是容易犯罪的 所以你看见Cowboy也是的 一个sharer 你不是一个健全的法治来的 所以他们要拖枪 你今时今日 你在德州 很多这些地方都是拖枪的 为什么 因为你自协 保护不了你的嘛 是啊 所以他们要拖枪就是这个意思 而FBI崛起 是因为如果 那个州政府 里头有人 知法犯法呢 你谁可以 驾驭到他们 驾驭到他们 所以才成立FBI 这个机构 所以 这是一个美国 一个黑历史 但是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 所以 本小舍的 title 是这样写的 因为其实当年的 那个 汤污太重要了 可以这么说 FBI是 直接 直接 跟这个 联邦 华盛顿 没错 那里 report的嘛 没错 差不多 好像怎么说呢 如果要 比对的 就是当年 好像 要成立 林郑公署直接去 跟英女王汇报 这样的嘛 其实 是的 类似 类似的那些东西 所以这套电影 就是为什么会引到我入场 就是这个原因 就是如果你不是跟我说 要讲啊 我做功课 我做完功课 咦 挺好看的 好像 挺有趣的 这套电影 我觉得是这样的 我觉得是这样的 马亚田史高西斯 已经80多岁了 80多岁了 那它是不是最好的作品 我觉得不是 但是 三个半钟头 而它不是玩弄那种 好像 所以你看 花月杀手 什么 我发了 Moon 你想着 那些连环谋杀案 圆异片 圆异片 那些偵探片 完全不是 猜猜哪个是杀手 这个又不是 那个是中的 那个不是 又是奸的 完全不是 它很早已经让你知道 哪个是杀手的了 很早已经让你知道 发生什么事 但是你不会闷 是 但是你 你在 很顺序 这条时间线 顺序 不是玩什么平衡时空 不是玩什么 什么 什么 不是玩那些 顺序 这样下去的时候 而你在 而你在 很 很享受这套电影 不觉得 悶的 你知道了所有剧情 差不多 你知道了条路 怎么去的 但是不觉得悶的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就是那个功架在那里 所以我都说了 我是没有睡觉的 我有打哭 我是很累 但是我一直看 我是没有睡觉的 还有我没有带水进去 我还拿了一杯汽水进去 我有喝汽水 因为口干 我没有 我连水也没有带进去 所以我连厕所也没有去 但是我看Vicky呢 他那里写呢 罗贝尼尼的角色呢 他是主谋之一而已 就是还有其他人 但是他就没有太多分支 再说其他东西 他主要就是说他那个 他那个 我想说 我想说现在已经三个半钟了 再说分支 真的有七个半钟了 是的 那直接就是电视剧来的了 电视剧来的了 那他就聚焦了在 李安纳道 两宿侄 两宿侄 和李安纳道的老婆身上 那这部电影是真的 是好看的 我都想不到是那么好看的 我认同 我认同 我认同好看 所以在 在 在坎城 那个影展那里 起身拍了 九分钟 很长 康城 是不是康城 你发觉康城 你说发觉康城 这么厉害 应该是康城 那他 九分钟是很夸张的 就是对这套电影的肯定 对导演的肯定 我就很欣赏 开这套电影的诚意 其实因为真的很少说这个 拿这个 红帆引帝安人 就是这种背景 来 来做一套 就是讲一个 美国黑历史的 一个历史的记载 电影 可能因为这个原因 或者是 他也遇到很多波折的 好像说这套电影 由2016年 已经想开始筹备 还有 今次一开始 Apple Plus 他那个投资 应该是他最大的 然后是帕拉蒙 是他们两个 纳资拍的 这个要讲一讲 苹果电脑 今年就投资了两套大片 一个是巴越杀手 另一个是感恩折想的 拿破仑 这套都是大片 很大的 这个小丑影帝 Walking Phoenix 很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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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诗级大片 有些花絮说说的 先插一插 李安立道本来 他不是做这个角色的 我告诉你 本来他是做FBI探员的 他是做 他是做 Jesse Primor 那个角色的 咦 那 有些浪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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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是做老 当然 现在你这样是更加细緻地描述 他两宿侄的那个关系 和他们的计划 就是做那些坏事 是更加细緻地去什么 FBI那里其实 那个探员的角色就很容易演的 因为一定是正派 其实整部电影都没什么打 没什么死 真是很 文章戏 文章戏 文章戏多得 多得厉害 FBI那里 所以为什么这部电影那里 是拆了 美国连续谋杀案 与FBI挖起 他拆了它 他只有花月杀手 所以 那个重点就放在花月杀手上 就不是在FBI身上 FBI是重要 所以他就改了个故事 不是改了 就是拿了第二个重点 FBI是重要 但是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他想表达就是 这班 就是阴干这班印第安人 是的 整个暴族 灭族 就是 就是 那个二次伤害 第一次伤害 是 侵占了他们 被人侵占了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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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ve 有這樣的機遇 但是這個幸運這個祝福變成就座 令到他們的族人死了這麼多人 所以你剛才說百多人相信應該沒有誇張 沒有誇張的 我看另外一個報道就是說現實大概應該是60人左右 有些誇張有可能什麼都入了他的數 有些可能真的自殺或者真是意外 那你就是了 有些是病死 這個是挺特別的電影 值得推薦 我也覺得是值得推薦 不是在看電視,不是看手機 這套是要看戲院看 我就看IMAX的,你看IMAX還是看獨比? 我看普通的 因為IMAX的時間太晚了 我那天兩天,我計算一下 看完就是凌晨1點,大哥不要搞了 哈哈哈哈 因為你也知道最近那些戲院的 講一講和香港朋友 我們戲院的IMAX都被 Taylor Sweet的演唱會 霸佔了 霸佔了 普通的正常電影 現在只剩一兩場 可以拿到IMAX 不是,因為他這個演唱會一票難求 第二,加上電影公司沒有什麼 你看到現在戲院很多都翻炒一些舊片 五元雞 你沒有戲院上 還有,我那次不是發揮給你 說是Taylor Sweet的父母 直接跟AMC談 不經電影公司 不經發行商 直小浸 直接上 所以搞到那些電影發行商很不高氣 嗯 你說起武器上 今天剛剛收到的消息 Mission Impossible 第八集 要再退一年 因為先前罷工那裡 就搞到明年上不了 要退一年 兼格 不用Part2這個名字 改名? 改名? 直接改名 改名? 換個品牌? rebranding 這樣就看一看 大家知道什麼 他都要收拾過了 他都要收拾過了 最嚴重的事情 莫過於你開了頭 而頭是收不到 接著你又收不到尾 其實尤其是你這個已經是拍了 你叫Part1 其實美國很多 荷里活很多戲都是爛尾 舉個例子 以前那套Air Brander 是不是Air Brander 本來不是拍三部曲 結果拍一部 接著沒有結局 就收了檔 很多戲都是這樣的 香港以前有套叫做冰封盒 是 打算拍幾部曲 第一集已經失敗了 怎麼搞下去 是嗎? 沒錯 還有一個問題想問你 因為這套劇情片對劇情片 馬田史高西斯這一部 《花月實首》 和Christopher Lowen 《魚子彈之父》兩套 你喜歡哪一套 我沒想過這樣比較 還有兩個都是大道 兩個都是一個知名的大道 如果你真的要二選一 你會選哪一套 我選花月殺手 你選花月殺手 我選花月殺手 雖然兩個都是真人真事 這樣 因為為什麼呢 我覺得花月殺手的意義更大 兩個都拍得很好的 其實就是 這套是比較直接 不會玩很多花神 還有它是很學院拍 就是 阿米特斯高西斯 這個是很傳統的拍 和Christopher Lowen 那種 就是又彩色 又黑白 又前 又後 又前又後 就是那種 那種的跳法呢 到最後還要說 美國政府是壞人 都是那條套路 事實也是 事實也是 沒有所謂 沒有所謂 很老實 你看到 你當時會說 這個原子彈之父 到最後就是被美國政府用完職氣 其實就是 算不算 我覺得其實不算用完職氣 壯士斷臂 斷了它出來 我不覺得 我不覺得是 只不過是 就是權力鬥爭 它是犧牲品 那種意思 但是 反而是它被人告 但是告不入 被人告 告不入 還有 就是 就是 回去殺手 我覺得是真的意義重大 對整個美國的司法制度 那個執行 那個體系 還有一個黑歷史 這個揭露 就是一個黑歷史 就是一個黑歷史 在美國 在美國 不怕說這些 不會收收起來 照說的 就是 等人去 去remind他們 今時今日 我們有的東西 並不是一朝一日見成的 是經過很多的人 很多的犧牲 才有今時今日的司法制度 就是我們從歷史中學習 是不是 就是等於我 先前看幾年前那套 馬丁路德金 那套 我看了幾次 那套我看了幾次 今時今日 我們作為新移民 擁有的民主自由 其實背後 不是很久之前 不是說 很多人的犧牲 幾百年前 是說六幾年 是不是 是啊 就是幾十年前 是很多人犧牲了 在背後默默地做了烈士 是啊 我們才有今時今日這樣的 美國的一個制度 所以不是必然的 不是必然的 所以為什麼我會覺得 這套花絕殺手其實是 比Christopher Rowan那套 袁志丹之父呢 是更 就是我會選擇這一套 我也是 原子彈的發明改變世界 也無可口非 但是這一套就簡直是一個 就是 提醒我們 歷史 從歷史中學習 好 這個禮拜 值得推介 值得推介 我也覺得值得推介 大家進戲院看 這樣 還有還可以 同時又可以測自己的神 我證明我們兩個的神都挺健康 驗神 看戲驗神 驗神功能 這樣 好了 先說了這麼多 謝謝大家收看 下個禮拜 大家分享 其他電影 拜拜 拜拜 我又要找個字 好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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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